小小的烟地却是海洋最大的污染物 由于含有塑胶成分 在大自然当中至少需要12年才能分解 北一女的学生和新北市环保局发起了进阶活动 在新北市11个区一共减了7000根烟地 相当于填满70个圆形灯泡 马路上随处可以见到烟地的身影 尤其部分吸烟者习惯将烟地随手一丢 就转身离开 这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其实烟地是由一种叫做醋酸纤维组成的塑胶 在大自然中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分解 其实这个烟地我们一般最容易看到的 就是在像花圃或者是水沟盖 那这些如果经过大雨的冲刷 那经过河流地下水道 那最后其实也会冲到海洋 那其实烟地其实算海洋的所有的污染物当中 算是排名第一 那这些烟地如果流到海洋 那最后经过食物链 一些鱼群如果吃了这些 这个所谓烟头里面的塑胶的纤维 塑胶的微粒 那最后人类再去吃这些鱼 那最后还是会回到人类的身上 就由北京女学生发起淹没绿洲的活动 不只挑战环岛剪烟地还与新北市环保局合作 举办 那谁是进阶快闪 我们先从线上跟所有的网友去募集 你平常在哪里可以看得到烟地 请他们拍照 拍照很打卡 那最后我们收集这些地点 然后再挑选一些地方 然后我们跟北京女一起启动进阶快闪 总共有去进阶的11个地方 总共减了大约7000根的烟地 那这个量其实等于是可以填满70个一般的那种灯泡 洗烟民众可以随身携带烟河 别让烟地淹没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 而环保局表示 未来也希望能与更多年轻族群合作 推动更多环境鲍鱼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